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学习第十五章 外币折算 这一章的内容 主要两大块 一块是有外币业务了 那我们这部分外币业务如何来进行核算 另外一块 假如在境外有子公司了 境外子公司的报表 我们要进行合并 合并之前要把它折算成人民币 怎么折这么两块内容 分数一般在四分左右 那要从分数来讲 说不太重要 但是也不能说不太重要 我们就不学 还是要认真学 近三年的主要考点 一个是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第二个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学习这一章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外币交易会计处理 然后资产负责表示 货币项目的折算 非货币项目的折算 当然是按照我们的规定 我们准则的规定 虽然教材上今天加了 这个折算方法 那个折算方法 你就跟他说出来看看 还要掌握我们国家的规定 然后再有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特殊项目的处理 就这么几个问题 今年教材上的主要变化 应该说是比较大 重写了 一个增加外币交易的 计量方法的说明 就是说我们自己发生交易 什么一笔交易官 两笔交易官实现不实现 这个记账怎么记 怎么做 这是历史 我们应该考试关系不大 第二个增加可供出售 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 形成汇率差额的会计处理 第三是增加外币财务报表 常见的四种折算方法介绍 就是说国际程 有那么四种介绍介绍 增加掉理论知识 很显然这一章的作者换人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也应该是高效 理论研究比较好的 然后才会写出这些东西 第四呢 重新编写了例题 最后呢 也是一些文字修改做了变化 外币折算这一章 一共是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记账本位币的确立 第二节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第三节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一共呢 是有这么三节内容 我们先看第一节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在这一节里要介绍三个大的问题 一个说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第二个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第三记账本位币变更的会计处理 这么几个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为什么提出记账本位币 当一个企业里 经济活动涉及的币种不止一个的话 比如说又有美元 又有英镑 当然还有人民币 我们如何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接应成果 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 怎么去做 当然可以说 是什么币种就记录什么币种的 它的增减变动 这是平时核算 编报表的时候 我再统一的把它折算成统一一个币种 这叫分账制 银行 就采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叫统账制 就当一项业务发生时 我们就应该用一个统一的币种 去反映这笔经济业务 比如说 销售商品应收美国某公司100万美元 我当然要反映100万美元的事 应收账款 还要按照一定的方式把它折算成人民币 假的说我统一币种就是人民币的话 那我要折算它 业务发生 要用一个币种来进行反映 财务状况进行成果 现金流量发明信息的 那这个币种 实际上就是记账本位币 会计核算上统一采用的币种 我们概念上是怎么说 和记账本位币 是指企业经营所处的 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 那你看主要经济环境 和什么币种打交道最多 可以把它就选定为记账本位币 那接下来说 选什么币种作为记账本位币好 首选当然人民币 通常都是选择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在我们国家 因为主要的经济环境用的货币 都是人民币 我想在我们考试出题时 与这一张相关 要说记账本位币 出题人不会出成美元吧 那要出成美元 影响也不好吧 那基本就人民币 但是不是说 记账本位币就一定是人民币 你可能是别的 那你比如说 一个企业的业务收支 主要以美元来计价结算 那你可以选择美元 说我主要的收支 以港币计价和结算 选择港币 不是绝对的 就是说选择不一定必须是人民币 但是 编报的货币 必须是人民币 这是确定 会计法里写的 谁要编报货币不是人民币 抓下 送监狱去 编报货币一定是人民币 因此就涉及到 说境外有此公司 它的报表反映的 以美元反映的 我们的编报货币 合并报表人民币 这不就有一个折算的问题吗 就是说 后面谈到外币报表怎么折算 那说的就是它 但是我们现在 对于有外币业务的企业 本身 这家公司 涉及的销货 进货等等 涉及到不同的币种 那你要选择 进账本位币是 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 我们怎么选 考虑什么因素 这是客观铁 是可以出题的地方 你有本招 主要经济环境 涉及上了 我们主要经济环境 卖东西 买东西 那你自己 融资活动取得货币 你经营中收取货币 有这么几个方面呢 比如说该货币 主要影响 商品和劳务的销售价格 不是卖吗 那你通常以这个货币 进行计价结算 那就可以考虑这个因素 可以选择它 作为计上本位币 再看第二个 该货币主要影响 商品和劳务所需 人工材料 其他费用 这是与购货生产相关的 那你可以考虑它 比如说我们的 生产产品所需的料 基本上从美国 什么地方进口 都按照美元计价结算 生产完之后 把产品主要销往美国 也是以美国计价 美元计价结算 那好了 你可以选美元 就这样考虑 然后说融资活动获得的 比如说 接受所有者投资 当时投进大量的美元 好了可以考虑它 还有保存从经营活动中 收取款项所使用的 我们出口了 到时候最终拿什么收款 这都可以考虑 因此说 销售 购货 融资经营保管 这么几个方面了 当然 记账本位币已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它本身也是一个 会计政策的问题 会计政策已经确定 是不得随意变更的 是不是永远不能变 不是 要是主要经济环境 发生改变 记账本位币 是可以发生变更的 没有问题 我们第二个大的问题 境外经营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先说什么是境外经营 境外跟国外不同 要明确 香港 台湾 境外 绝对不能说成国外 我们境外经营 市值企业 在境外的 什么子公司 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 分支机构都算 我们重点就关注 如果境外的是子公司 那后面呢 就是面临着一个 边合并报表 把他的子公司报表 折算的问题 这是重点关注的 他说 你要在境内的子公司 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 分支机构 如果说跟企业 用的经浆本位币 不同的 也视同境外经营 他说视同就视同呗 接下来说 境外经营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到底说境外经营 这一块记账本位币 要不要和 母公司记账本位币一致 我们假定的 境外经营是子公司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是不是和母公司的关系 非常密切 如果说跟母公司 母公司关系非常密切 应该跟母公司 记账本位币一致 如果没什么关系 那就算到前面所谈到的 销售业务 购货生产 融资保管 这些方面就考虑 所以这里说 企业选定境外经营 记账本位币 还应当考虑下的因素 那前面的几个 当然是要考虑的了 还要考虑什么 第一个 境外经营 对其所从事的活动 是否拥有很强的自主性 那境外经营 所说的活动 完全自己独立性可强了 那就自己看着了 看着办 你要根据自己的销售业务 购货业务什么的 来选择计划本位币 如果没有很强的自主性 基本上都是要听母公司的 那你跟母公司一样 母公司往这卖 往那买就往那买 那不是 从那买就从那买 那就不行了 再看第二个 境外经营活动中 与企业的交易 是否在境外经营活动中 占有较大比重 说这企业的 一般就说 你境内的母公司 大量的交易 都是跟母公司这边发生的 那就跟母公司 这张本位比一致 你说我跟母公司 基本没有什么交易 那你自己选呗 选就是围绕着 前面谈论的几点去选 销售业务 购货生产 还有融资经营保管 那么几个方面 再看下面第三 境外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否直接影响 企业的现金流量 是否可以随时汇回 那比如说 境外经营现金流 它能够影响企业的现金流 又能够随时汇回 好了那你跟母公司一致 否则的话 你自己选去呗 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四 境外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否足以偿还 其现有的债务 和可预期的债务 如果能够偿还 好了你自己看着吧 自己该怎么选怎么选 还不了就找母公司 那你就跟母公司一致 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 接下来看一下 2007年的考题 一个多选题 境外经营的子公司 在选择记账本位币时 应当考虑的因素有 你都要考虑什么因素 这种类型多选题 只要你不是看着特别不顺眼 可能这些考虑因素都要有 如果多选题 像这种考虑因素的题目 三个呢 你是确定 只有一个拿不准 十有八九 那个也是 你考虑因素 什么不招标 如果说境外经营子公司 在选择记账本位币时 选项 应考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我就看你不敢选 你就不选 没有党中央正确领导 哪行 我就说这个意思 对这个因素出题人 他也要想一想 你弄不弄 可能拐弯拔角都有 所以他基本上可能差不多 但是别绝对了 说不定有人说 嗯 他敢那么说话 我给你出一个就不选的 也不是说不可能 那下面咱们看一看 给他选项 A 境外经营所在地 货币管制状况 那你得考虑 他没什么管制 就可以随时会回 那你就跟母公司一致 管制了 你想会 会不走啊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 你要考虑 B 与母公司交易 占其交易总量的比重 大量的交易 都是和母公司 那母公司一样呗 当然要考虑了 C 境外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是否足以偿还 现有及可预期的债务 也说了吗 还不了就找母公司 那跟母公司就一样呗 也要考虑 再看 E 相对于境内的母公司 其经营活动 是否拥有很强的自主性 没有很强的自主性 什么都得找这个母公司 跟母公司一致 很强的自主性 自己看着办 销货业务 购货业务 融资经营保管 所以这个要全选 那接下来这一节 第三个大的问题 记账本位币变更的会计处理 就说原来的记账本位币不用了 把它变成新的一个币种 比如说原来曾经用的是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后来呢 公司发生大量的业务 计价结算都是美元 就改成美元了 它就属于记账本位币变更 那变更的原因呢 就应该说 主要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因为记账本位币的选择 就应该是考虑到主要经济环境吗 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要求啊 如果说发生记账本位币变更了 要求呢 要把所有项目 都按照一个折算汇率去折 采用同一的记账汇率进行折算 比如这一天汇率是多少 别管什么货币性项目 还是非货币性项目都一样 这样咱们知道资产负债表 那你原来的记账本位币 资产等于负债价所有的权益 我们把它变换成一个新的记账本位币 你都用同一的记账汇率折 显然还会保证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不会出现什么折算差额的问题 或者汇率差额的事情 以前呢 没有规范的时候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 当时有的对货币性项目就折了 非货币性项目就不动了 那你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出现差来 而现在就没有了 第二节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在这一节里面要介绍的三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汇率 第二个外币交易的记账方法 下面一个呢 是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这么几个问题 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汇率 汇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我想我们所有的考生都应该知道 两种货币性兑换的比例 比如说 一美元兑换成人民币 多少 假定说 6.85 然后说 一欧元兑换成港币多少 这都是 叫汇率呗 在汇率里面 一个说 即期汇率的选择 什么叫即期汇率 因为 外币交易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初始确认 要用到即期汇率 即期汇率通常指的是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当日人民币外汇排价的中间价 我们外汇排价会有买入价卖出价 比如大家看一下这个 说某一天 人民币 有买入价有卖出价 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 跟世界 绝大部分国家是一样的 以本国货币以外的币种为基准单位 折算成本国货币的做法 所以咱们谈到价高价低 是按照这种标价的方式 你不要说想美国英国 那他反正来 他说我是多少 折算你多少 人民币外币种 我们人民币货币吗 以他为基准单位 折算成本国货币的做法 买入价690 这是100 买入价690 卖出价700 按照这种标价的方式 卖出价数字 比买入价的数字大 要清楚 这里所谈的买入价卖出价 一定要角度站好了 是站在 站在银行的角度 不是站在你企业的角度 站在银行的角度 买入卖出外币的价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把100万美元 卖给银行 银行给我们是690 反过来经批准 要从银行 买100万美元 人家银行是卖出 我们付给银行的人民币700 银行要赚长价 那肯定是这样的 银行买入外币的价格 那个卖出外币的价格 中间价 就是个积极规律 一美元等于6.95 买入价 卖出价 加在一块 除以二 这叫中间价 所以我们一般的来讲 如果说一个企业 要频繁的把外币卖给银行 从银行买入外币 它会发生损失的 这种货币兑换 企业会发生损失的 银行赚了个差价 那这样一些外商投资企业 比如说可能 你外币拥有多少额度 超过这部分 要卖给银行 然后你需要是再从银行买 他一定想方设法 把那个额度的量 弄得高一点 没超过 我可以不卖给银行 我想我们有的同学 可能也听说了 说有人出国了 站在外币 外币呢 他就说 所以以后还想出国 他们之间 就用一个中间价 俩肉一换 当然这个换法呢 你要站在国家角度上 国家没出到差价 两个人呢 好像都合适了 比如说咱们商量吧 那边呢 有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还挺多 咱们按照什么来呢 695万人民币 那你看别管买方 卖方都合算 如果说你要把100万人民币 卖方卖给银行 只给你699 结果呢 你得695 那同样另外一方 要买100万美元 你要给银行700 结果呢 695 事实上 这里的买入价 还不是现钞 现钞买入价的数字 当然比它还要小 所以有人出国回来的钱 算了 存到银行吧 或者说 随需要的话 跟随大账到中间价一换吧 都基本这样 当然你说 我要为国家做贡献 我卖给国家 可以啊 挺好 这种兑换 要注意吗 我也顺便的说一下 有人呢 有威萨卡 威萨卡 大家知道 在结算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直接兑换成人民币 他把币种呢 换成美元 然后美元再换成人民币 有的到香港去刷卡 你银联卡多好 把港币直接折算成人民币 一次的折算 那就好了 威萨卡你说先换成美元 美元再给你换成人民币啊 两次一换呢 那当然这就亏了 所以除非说 我这种兑换 他再给我点什么好处 或者价格低一点代数 如果同样的就是刷卡 都是标着多少多少港币 你刷卡 刷银联 这不想大家也都清楚 那下面一个是 集齐汇率的近似汇率 有的业务的处理 如果完全用集齐汇率呢 可能显得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集齐汇率 近似汇率 这个汇率有可能是一段期间的平均数 你可以按照什么别的方式进行确定 那一般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说出现了集齐汇率 近似汇率的话 当然会告诉我们 这一点大家放心 书上后面外币报表折算 比如说利润表上下面的折算 用的是一个期出期末的平均汇率 那就是集齐汇率的近似汇率了 第二个大的问题 外币交易的记账方法 就是外币交易记账方法里面呢 加了一些啊 那些东西你大致看看就算了 历史 什么一笔交易官 两笔交易官 那个未实现的这一部分收益实现 没实现怎么做 以前确实有过 那以前有的时候呢 那在外币的处理还有一些别的事呢 比如说我们记账汇率的选择 他还没写呢 要选到月初的 有的我是固定的 有的年初的 好多事 所以也就大致的把那些看看 小说似的看看算了 那下面我们就是关注 咱们是怎么做到这些 那对于外币在进行核算时 有外币统胀制 外币分胀制 刚刚呢也谈过这件事情 所谓外币的分胀制 发生的外币的交易 是什么币种 平时就记录这个币种的增减变动情况 以及余额情况 银行说了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港币及港币的 美元及美元呢 英镑及英镑呢 他采取这样的方式 当然到编报表的时候 必须折算成人民币 因为我们的编报货币是确定死的 这是不许做任何改变的 一定要这样做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统胀制 发生的外币交易 一定要折算一个统一的币种 来进行反应 就像刚才说 奢销商品一百万美元的话呢 一百万美元一定要有 然后折算成的记账本位币 也要进行反应 我们的书后面的业务 都是针对的统胀制 不是分胀制 说一下这事 那接下来下面第三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我们会计上所谈到的外币 它是针对记账本位币而言的 如果记账本位币选择的是美元 那实际上以人民币 计价和结算的交易 都得算外币交易了 一般都是说 记账本位币是人民币 这样的人民币以外的币种 计价和结算的 就属于外币交易了 也顺便的说一下 以后呢 我们平时也谈外币时 尽量不要说外国货币 那你说要说外国货币 港币是外国货币吗 谁敢说 谁说犯错误 欧元 欧元是外国货币 欧洲国还没成立 英国还脱欧了 所以一般你看咱们要谈什么东西 就说人民币以外的币种 你看这样来表述 有关的法规理 但是要说 会计上谈外币 那它又有另外一层含义 它是和记账本位币来比的 那接下来说外币交易 那就是外币计价和结算的交易 就是外币交易了 你现在从银行买入 一百万欧元 外币交易 欧元吗 那你说我把一百万美元 卖给银行 也是外币交易 我从亚投行贷款 贷一千万港币 外币交易 像美国某公司奢销商品 一百万美元外币交易 从英国购入材料 应该付二百万英镑 外币交易 这都是以外币计价结算的 兑换呢 借贷呀 奢销 奢购 或者说以外币进行 这种购销的结算 全是 所以我们下面所谈到的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业务了 你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去 首先一个初始确认 然后才说 期末的调整 初始确认时 采用交易发生日的 集齐汇率 把它折算成记账本位币 说虽然也可以按照 交易发生日 集齐汇率 来进行折算 但不鼓励 你现在交易发生日的 集齐汇率呀 那肯定都知道 我们实际上来说 你要说到银行 买点美元 当然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你不能说 换完美元再进外买房子 那不让 遵守相关的规定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价格 实实在老的变化 你说我刚才谈到 以前呢 比如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与外币一样 那段时间你记账 你想找当天汇率 怎么可能呢 你说我上网看看去 上什么网 那时候的网 那就是打鱼的网 那不一样 所以就说 选择我们怎么办 月初的汇率 有的起源 一年就用一个固定汇率 那是历史 就像我们收上写 那一段 我看看历史 那是历史 我还知道 不知道的话 不知道再说什么 当然我说 那块不重要 考试人考那个真没记 你要说考考博士 入学 让你写 弄弄这个东西 那有意义 你想现在研究的 会计史研究的人 已经研造说 孔子原来搞过会计 你看这多好 所以你说学会计多重要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个 看例题 例二 就是发生的外币交易 要用极其汇率去折 以股份有限公司的 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对外币交易 采用交易日的 集齐汇率折算 15年3月3号 从境外禀公司购入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一台 设备价款为25万美元 购入该设备当日的 集齐汇率为1美元 等于6.5元人民币 适用的增值税率 为17% 款项尚未支付 增值税银行存款支付 好看一下会计处理 那借方借记固定资产 集齐设备 入账的时候呢 按照当天的集齐汇率反应 25万美元 当天的集齐汇率 6.5 那直接乘以6.5 162万5千 那如果说购进设备时 涉及有进口关税 进口关税肯定要把它寄进去的 这题没有设计 那下面呢 进口的设备 从海关取得增值税发票 这部分增值税也作为 迹象税额抵抗 我们把钱付给海关了 反应呢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迹象税额 那是276 250 就是说按照17% 来进行计算的 比如这里面 1625 060 乘以17% 作为迹象税额抵抗 对于应付账款 这是个外币货币项目 外币的 应该是要双重 币值记录的 就是你应付账款上 肯定要反应 25万美元 然后呢 还要把它折算成 记账本位币 162万5千 来反应 所以严格来讲 这笔分路写的并不是很好 一直就这么写 你设备这里面 来登个括号吧 不写到没关系 你要把它放到这来 就感觉双重币值记录 会好一点 当然你说考试 有这种东西 就是模仿书 这么写行不行 那肯定它是按照这个 那没问题 所以如果加这么个东西 会更好了 体现往来的 那种应收应付 也是双重币值记录 应付账款 不可能25万美元 就不记啊 那怎么行啊 我还真得顺便说一下 原来有一个住室考生 他原来没有外币业务 后来出现外币业务了 就问 说我感觉这个外币业务 外币数也得反应啊 反应这个账上 往哪里寄呢 你想折算成人民币 来寄人民币啊 说能不能在摘药里去寄啊 那怎么行 你得开外币账套啊 那计算机处理外币账套 外币账套虽然三栏式的 但是它都会有借 待于每个栏目里面 原币 贵率 人民币啊 都这样的 所以你不就可以反应了 要双重币值记录啊 是不是有的同学 就收到书上 哦 只反应这个计账本位币了 25万美元没反应 没反应 当然不行 银行存款 付的是增值税 这就这笔业务 下面说 要是收到投资者 以外币投入的资本 采用交易发生日 即期汇率者 不能用合同约定汇率 也不能用即期汇率 进次汇率 那这样呢 银行存款是当天即期汇率 我们所有者权益呢 也反映了当天即期汇率 就不会有什么叫 外币资本折算差额了 没有规范的时候 那当时啊 这种事情真的很多耶 比如说也说 按照第一次投资的汇率呀 按照合同约定的汇率去折呀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你比如 在八十年代初 我们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始 假定说 外方 当时呢 要投进来的是1000万美元 如果说投资这个时刻的 当时谈的汇率呢 是3.2的话 然后说中方签合同的时候 那他这边呢 就应该是说 折算成人民币签合同3.2 所以中方也是一样的 投进来3.2人民币的话 体现的是各占50%了 我们假定啊 比如说当开始谈判 签合同 这投1000万 汇率再说3.2 折捧成人民币3200 中方也是3200 各占50% 因为那个谈判 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苦谈判 最终成型的时候 到最后 比如真正投资了 到投资时呢 人民币贬值 比如变成5了 那外方说 不行 你是3200 我应该3200除以5 投那么多美元 因为那个资金没有 马上把金 马上投进来 过了一段时间 我已经投 行吗 所以当时有的 哦 想对呀 人家还挺说理的呀 因为你人民币贬值了 人家没投呢 那其实不行 你说好投多少钱 比如说说好了 合同只要签完了 别管你后期什么什么投 你不要再考虑 后面的变动 也就是说 你投进了1000万美元 我就认你50% 我们现在就这样 利用恶法 你别管我说 今天的汇率是5 是5 我就按5G 没关系 反正你1000万美元到位了 中方的3200万人民币到位了 个占50% 现在看这个都能够接受 但原来呢 有一些东西都不知道 没法说 所以说 按照合同约定 汇率折吧 定好了多少 就按了多少折吧 就怕那石头资本数对不上 你管那个对上对不上 我们说好了 你投多少钱 比例是多少就行了 以后实现利润 各占50%就完了 那我们现在要求这样的方式 我先顺便再看一看 你比如说 以后在经营过程中 赚钱了 又赚了一个3600万 那现在的数呢 就说经营过程中 比如说 留存受益 赚的钱没有分的 一共是3600万 到这个点上呢 整个的是一个亿 人民币 经营15年 15年之后说 我们要结束了 合营期结束 外方说要走了 走了 假定现在的汇率啊 变成一美元等于 十元人民币 但其实那段时间 我们的汇率达到八条几 如果说走的时候 一美元等于十元人民币 那你说外方要撤走的话 拿走多少美元 一个亿的人民币 除以十变成一千万 他占50% 拿了五百万 这是汇率变动的风险 当时有人说 不行啊 我投那一千万 你给我吧 你赚了3600啊 你再按照什么汇率 给我就算了 那个不是 这不就汇率变动风险吗 因此大家也知道 我们改革开放初期 汇率什么3.2 后来就变成什么什么 黑市上90年代的时候 就到过黑市到过10吗 那你外方想走 走拿不走那么多钱啊 因此就说我们建设发展 也确实他们给做了些贡献 这要认可的 从这也可以看到说 一个国家货币试图贬值的话 不单纯的是有利于出口 实际上有时还有这一方面的一些好处 给了解一下这件事呗 因此当你要有钱特别多的时候 你可以多存几个币种 我说多的时候 你别弄个几十万 说啊 我那有钱挺多的 多存几个币种 美元什么的没有必要 要不然的话 那就人民币呗 人民币当然 还是被人们所看好的 那现在就是接受投资者投资 当天汇率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们不要再去关注 说是折算的实收资本数字 怎么最终不能体现各方的投资持股比例 那用不着 按照合同的 别管投什么币种 投到位 最终的持股比例 就按合同来 好下面看一下例三 以有限责任公司 以人民币为计量本位币 15年6月1日 乙公司与美国甲公司签订投资合同 甲公司将向乙公司出资 200万美元 占乙公司注册资本的23% 反正你200万美元到位 就是23%在乙公司里面 甲公司的出资款 将在合同 签订后一年内分期 汇到乙公司账上 合同约定汇率 1美元等于6.5 给的就是干扰的 我们现在呢 都可以用合同约定的汇率来进行反应了 当日的机器汇率 1美元等于6.45元人民币 15年9月10日 乙公司收到甲公司汇来的第一期出资款 当日的机器汇率 1美元6.35 我们看一下呢 借方借银行存款 他给的是100万吗 汇来的 就是乘以6.35 635万了 所以借银行存款美元后 635万 代方实收资本635万 代方是不是一定都反映到实收资本里面 是情况而定 如果他真说 总的注册资本有多少 那你记录到实收资本的数字呢 应该是在注册资本中享有份额呀 差额反映到资本 东西资本一价嘛 没有谈这件事情 那就可以把它全部记录到实收资本 所以这个呢 不是合同约定汇率 那合同约定汇率呢 根本就是无效的 一定要用的是收到款项当时的机器汇率 按照这个折 银行存款按照这个折 那反映所有的权益 这块实收资本 也按照这个折 那就没有出现差额了 下面16年的5月25日 乙公司收到假公司汇来的第二提出资款 那这一天的汇率6.4 当日机器汇率1美元6.4 是多少我们反映多少就完了 因此呢 就是100万乘以6.4了 就按照当天机器汇率折 银行存款 还有实收资本 都按照一个汇率折 所以不出差额 这就是接受所有的投资 概念我们要清楚 按当天机器汇率折 最终这里反映的实收资本是多少 不会去影响 说占注册资本比例这件事情 只要是200万美元到位之后 那他就占注册资本的23% 这么个事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一个题目 这是外币兑换 第四 以有限责任公司 以人民币为寄账本媒币 对外币交易采用交易日的极其汇率折算 15年6月1号 将5万美元到银行兑换为人民币 银行当日的美元买入价 为1美元等于6.55 中间价1美元等于6.6 也说过买入价卖出价 要站在银行的角度 现在企业它是把美元卖给银行 银行是买入 所以企业得到的钱 银行送款人民币肯定是按照 买入价来算 买入价数小 银行给人民币肯定少 这就是说5万乘以6.55 等于327500 我们对于银行送款美元户 外币的账户 别管增加减少 都是按照G7汇率 当天G7汇率来折算 当天的G7汇率啊 那应该是6.6 就是说中间价位 当天G7汇率 1美元6.6 所以这是5万乘以6.6 33万 形成的差额 兑换差 反映到财务费用 2500 一般都会形成费率损失 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兑换 刚刚说把外币卖给银行 我们看从银行买入外币 那基本上都是损失嘛 你只要跟银行兑换 就会出这个问题 假股份有限公司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对外币交易 采用交易日的集齐汇率折算 20-7年6月1号 因外币支付需要 从银行购入1万欧元 银行当日的欧元卖出价为 1欧元等于11元人民币 当日的中间价 1欧元等于失调期 那你想啊 我们买欧元 银行是卖 我们付给银行的人民币 他当然按照卖出价来算了 卖出价数大 我们得给他钱多呀 他要赚差价 这样呢 银行送款人民币 按照多少给呢 1万欧元要乘以11元 11万吗 但是外币银行送款欧元 记账的时候 都要用当天的集齐汇率 集齐汇率中间价 10.7 1万乘以10.7了 10万7千 所以仍然也会出现 财务费用汇率差额借方 那借方的数是3000 这是兑换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是外币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说涉及有记账本位币 记账本位币确定是要考虑 什么方面的因素应该要清楚 之后呢 汇率 集齐汇率 集齐汇率 禁资汇率是什么 应该要大致知道一下 就谈到外币的处置确认 对于外币货名项目 要按照 当日的集齐汇率 或者集齐汇率 禁资汇率 把它进行折算 外币货名项目 要双重臂值记录 要反映原币 要反映折算的 记账本位币 怎么进行折算说了 然后就谈到 接收外币资本投资 一定要按照收款 当日的汇率 集齐汇率 去反映所有的权益 反映银行存款 所以不会出现差弱 好 这就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